帮我下载下来了 你会发现它的结构也是一样 不过在Equibus的编辑器好像它更好 它有点像一个Tree让你可以展开来 这边也可以把它收起来 OK 然后前面有一个什么版本的宣告 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把它打开 并且把它输出 所以我怎么开档 特别注意 在Element Tree里面 它有一个方法叫Path 如果你透过Path这个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可以把它开起来 你就是说可以把这个 爬到我们的这个前面Tree的这个物件 OK 那你特别注意 这个Tree里面的话 我要先得到一个Root 这个Root的话 有点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反正就是这里面的最外面的那个Root OK 就这个 我把它先稍微缩小一下 放在旁边让它看比较清楚 那这个Root里面有 还有一层 就在Data 所以呢 我就怎么样 for先取得这个Root 这个Root指的是这个整个 里面的全部的东西 我先把它丢到Root里面 接下来做什么呢 因为我后面还是要输出 我这边 不过我全部叫S好了 这个把它也是改名称 全部跟刚刚一样的名称 跟刚刚那个书出成那个 Json to 那个CSV蛮像的 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把什么 把这个Root里面的所有Data 抓出来 那我要怎么抓 特别注意 我这边 有没有 这个底下有很多个Data 一个两个 三个 有没有 一直到底下 反正它有几个县市 就几个 这里面的资料 那我要逐一逐一的取回来的话 我可以用什么 for each的写法 这个跟刚刚 我跟各位提过那个方法一样 所以for eachData 每一个Data 就帮我把第一个先抓过来 第二个抓过来 然后做什么呢 帮我把里面的东西怎么样 逐一的输出 那里面的话总共有几个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东西 那所以呢 我如果五个东西要全部输出的话 那我一样 给那个大刮弧 然后呢 中间也许 看看 我这边是用那个TAP 不过你不用TAP也没关系 假设我通通把它改成那个好了 改成C 跟CSV一样好了 干脆改成Data好了 也就是说XM要toCSV 其实呢 就更简单的 这边一样 一二三四 然后后面也许 跟刚刚一样 再加个单位好了 反正全部都抓下来好了 其实理论上单位 好像都一样 所以我这边原来没有加 主要原因是因为 单位都一样 这边一样 跟刚刚大刮弧中间加豆点 加豆点 OK 所以一二三四 然后再加一个豆点 然后一个大刮弧 这应该没问题吧 跟刚刚一样 对不对 然后Format之后 特别之后关键来咯 如果你要取得Data里面的资料的话 第一个资料 很简单的方法 你可以什么 第一个资料就这个 里面的资料呢 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呢 用Data里面的中刮弧 所以这个Data很像一个串列 OK 有没有 有点像那个串列里面 跟刚刚那个写法差不多 然后就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然后分别把它放到 那个大刮弧里面 记得后面要点Test 如果没有点Test 好像会有问题 跟那个串列不一样 串列后面不用加点Test 然后一二三四 少一个 所以这边后面再补一个 一二三四 在这边把这个 再补一个 跟第四个 OK 另外的话 如果说呢 你不用这个方法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其实你可以 我印象中好像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 好像用Data点 如果你不知道第几个 你可以点Find 它有个Find的方法 Find什么呢 Find 如果你那个标签名称 比如说叫什么 Side 这个叫做Side 你可以这样 Find这个名称 这个名称 这样也可以 Find那个名称 所以有两种表示方法 一个是 第几个 有没有 零一二三四这样子 顺序的 如果说呢 你以后不是顺序 比如说你只是想要 抓XM 某一个栏位里面的资料 就好了 其他不用的话 那你可以用Find Find把那个标签名称抓过来 这样也OK 应该可以懂个意思吧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好像写这样反而麻烦 用Find 为什么 因为中瓜符好像比较简单 因为那样就不用Find 我们就直接这样 直接给它一个中瓜符 里面第几个 最后面记得要加点Test 好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最后我们来试一下 看能不能把里面资料 全部都get回来 XML 如果大功告成的话 那我们就直接把它直接输出 OK可以看到 一模一样 当然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把这一个写出去 XML to CSV的话 那很简单嘛 你就把什么 把这个档案怎么样 再拿刚刚的那个 有没有 这两行 把它copy一下 放到底下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把它变成 应该 这边再加一个XML PM2.5 XML 有没有 点CSV 一样把它 write出去 这样子的话呢 就XML to CSV了 所以你会发现 应该蛮简单 就以后网路上找找看嘛 好像没有答案 我找半天 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方法 所以可能跟网路上人家写的方法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网路上提供的方法好像太复杂了 太难懂了 我最后发现还是自己写的最有亲切感 写了之后一看 对 这个是我写的 一看就说 果然 所以跟 自己家生的小孩跟别人家生的小孩又不一样 ok 别人家生的小孩总是觉得很欠揍 对吧 看一下看一下 有的很可爱 ok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把它输出 paint 看不ok XML to CSV 这样子有没有成功呢 最后的话把它refresh一下 一样好 这边按右键refresh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PM25 XML 打开一下 乱码 没有 ok成功 这样ok 所以我没有多学一个 XML to CSV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其实没多少东西啊 多两行 多两行 等于是什么 家育员多一件嘛 就是那种概念嘛 其实这个地方是在输入的 我可以认识的 那是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